在医疗技术的前沿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的华克勤教授及其团队 通过运用5G和AI技术 成功实现了一项壮举 为远在2000公里外的宁夏患者 进行超远程微疮手术 这项手术使用的是国内首款运用5G加AI技术 实现超远程手术的四臂枪镜机器人 标志着我国在医疗机器人领域的重要进步 患者王阿姨50岁 8年前发现子宫肌瘤 近期因症状加重 被诊断为多发性子宫肌瘤合并贫血 需要进行全子宫切除术 得益于上海与宁夏的医疗卫生合作 以及5G加AI技术的支持 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整个手术过程中 数据传输高效精准 手术团队通过高清视野辅助 在机器人平台上操作 指令实时传输至宁夏 机械臂精确执行各项手术动作 这次手术的成功 不仅体现了5G和AI技术 在医疗领域的巨大潜力 也展示了国产手术机器人的先进性和可靠性 它不仅为偏远地区的患者 提供了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还推动了医疗资源的均衡分配 是我国智慧医疗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手术的成功并非偶然 它背后是我国在5G和AI领域长期研究的积累 以及在智能制造方面的不断探索 国产手术机器人的研发和应用 是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生动体现 这一技术的成熟和应用 不仅在国内产生了深远影响 也在国际舞台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未来随着5G和AI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远程手术将更加普及和高效 这不仅能够缓解医疗资源不均衡的问题 还能在紧急情况下提供快速响应 挽救更多生命 此外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手术机器人的精度和智能化水平将进一步提升 有望在更多手术领域实现突破 然而技术的进步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如何确保远程手术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如何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标准 以及如何培养具备相应技能的医疗人员 都是我们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相信在政府 医疗机构和科技企业的共同努力下 这些问题都将得到妥善解决 总之 5G和AI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应用 特别是国产手术机器人的成功应用 不仅代表了我国 在高端医疗设备制造方面的重大突破 也为全球医疗技术的发展 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随着这一技术的不断完善和推广 未来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将得到显著提升 为人类的健康福祉做出更大贡献